诶 这水库漂亮诶 可以吧 这个可以啊 真漂亮 水质也好的 水质也很不错的 这风一起啊 这温度下来了 心情都好 现在突然一下子就到秋天了 这个秋老虎好像也今天也没来 舒服了啊 这几天说实话 这个钓鱼是挺舒服的 所以我们下午 今天下午现在是三点钟到钓点 钓下午钓碗口 今天目标什么 目标搞草鱼 草鱼啊 好久没钓了感觉 是吧 你是好久没吃了 哈哈哈哈 不要说痛嘛 今天用连长八米搞草鱼 你看我带了些什么 哦 玉米 你这是喝的还是 是用来泡吗 啊 一边钓鱼一边喝啤酒啊 确定喝啤酒了 确定啊 泡的吧 给鱼哈了吗 哈哈哈哈 这是打握的玉米啊 打握的玉米 所以切的特别碎一点啊 对像你钓这种草鱼啊 撬嘴啊扁鱼啊 其实没有必要是一整个的 你切碎切一半的 它里面这种甜汁啊 还会出来 嗯 然后咱们切完了 再来用 给它调一下啊 嗯 调一下味道 实际上就是说 本身这个玉米 红灯灯的啊 嗯 下到水里面的话 就是说它特别晃眼睛 也就是说特别吸引鱼吧 嗯 然后再给它再添加一点味性 它这样就是双重的一个效果啊 那么其实像钓鞘嘴的时候呢 咱们就是要这个半切开就行了 嗯 这里有几个七个玉米 对七个玉米 嗯 七个玉米呢 咱们呢这个这个小药用量啊 嗯 这个如果说像这个水蜜桃的话 蜜桃酱 对大概呢一个玉米呢放个三毫升左右 嗯 那么像这个果酸呢 三分之一 就是水蜜桃量的三分之一 嗯 就一毫升 那么我这个因为瓶子里面剩一点点嘛 我就干脆就把它弄掉好了 嗯 应该还是少一点 先这样吧 然后啤酒咱们这个量啊 嗯 不要太多 先哈一口 哈哈哈哈 不要太多 嗯 反正就是搞的这个玉米的三分之一就行了 嗯 因为你等下泡的时候呢 你搅搅动 嗯 嗯 你如果太多了 你如果水全部盖住了 你打打窝的时候 打到身上全都是水 嗯 这个其实跟之前你用那个做的钓的那个是一样的配方啊 对一样的配方 只不过这个泡的时间短 这个时间短 因为夏天天气热 其实你这样敞开着 嗯 这样去泡的话 这个效果一下子啤酒它有那个 它一下子能够把这个小药这个味道给你送到这个玉米粒里面去 嗯 扩散的好 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像夏天比如说 你这个新鲜切的玉米放在那一下子就干掉了 嗯 快得很 那么像咱们这个啤酒玉米呢 之前也给大家做过相关的视频 嗯 而且试钓了各种场合的话都钓的效果还不错 嗯 包括有我们的粉丝钓友在黑坑里面 他说别人不上鱼就它这个啤酒玉米上鱼 大家可以试一下啊 感兴趣的可以点击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这些老惠老潮啊 去看一下找这个视频看一下啊 去做一下很简单的啊 这个稍微一泡一泡啊就可以去找窝了 连长8米1 对 9号线 主线4号 4在3 对 子线是2.5 嗯 那么钩子呢是一个9号的一个海溪 嗯 因为这里面也有扁鱼也有峭准 嗯 扁鱼 因为扁鱼嘛就钩子稍微小一点 其实钓草鱼嘛你挂牢了一样的没问题 像这种玉米我们挂一个 但是咱们在挂玉米的时候啊 嗯 你看我在泡这个挂钩的玉米的时候 都会把这个玉米地啊留着 因为这个地方你怎么挂怎么甩它不会掉 嗯 如果你当时候好泡的话你这样挂也是可以的 这样不影响 但是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把这个钩尖给露出来 啊 如果说你挂的这个比较满挂里面的 嗯 这样子的 那么鱼吃了这个时候呢 你一起干 被这个玉米挡住了 嗯 那个钩子它又出来了 所以它挂不牢 所以咱们在挂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钩尖给留出来 嗯 这样子 那么鱼一吃呢 你一起干它就被这个钩尖给刺进去了 嗯 我们现在准备好的这种新鲜的玉米啊 嗯 来打挂呢 主要是就是打频率 不停的去抛头 钓半水 那么我现在开始钓的是一个两米左右的一个水深 嗯 先试一下 先试一下看看 哎呦 哎呦 我叫草王 草王没抓 没抓草王 什么鱼 草鱼 半水 我现在比刚刚钓的稍微深了50公分 因为前面的话就是没什么口 打了鸡干 稍微往下推了一点 总体这里多少深 整体的话我现在钓的大概是在三米 水深是三米半左右 钓现在是钓的两米半 因为我这个玉米打得近 它钓着钓着我是准备坚固的底来钓的 因为它这个最终的玉米 你还是要落到底上去 嗯 所以我现在慢慢的往深的地方推 哦 劲还可以吗 劲还可以 好像大小不是很大啊 四五斤 各地不大 哦 穿的蛮快的 呵呵呵 啊 这样的环境里六鱼真的是太爽了 哎呦不大 不大 两三斤吧 嗯 两三斤 小的更容易上浮到半水吃东西啊 对 对 颜色好像蛮好看的 金黄 都超过吗 很暴躁小小子 哎呀 啊 哎 啊 我这个线做了一点点长 嗯 还是大勾矩 啊 大勾矩的要法 对 对 旁边大概有七八十分 三斤左右吧 三斤 哇 金黄金黄的 嗯 哇 鱼是小的 真的是金黄金黄的 嗯 嗯 进去了 一下子进去了 嗯 哇 漂亮吧 我有点泛青色啊 黄中泛青 你看这个旗啊 真漂亮啊 鱼是小点啊 黄旗 真的是这个鱼 还是不错的 每个旗都是黄的 整个身子 看这个水库里 这个水库的样子 看起来这鱼就好吃 嗯 下壶 下壶 刚来 二十分钟 嗯 差不多 二十分钟吧 可以了 二十分钟它那个 因为我是频率跟着打了嘛 嗯 跟着打了 前期的话可以稍微打得快一点 因为半水的鱼啊 嗯 你的频率没有跟上鱼 就容易散 嗯 所以你半水丢半水的时候呢 一定是要频率跟上 嗯 保持频率 泡干跟打窝的频率都要有 对 像我现在呢 大概就是在 一分钟两下左右 嗯 就是大概是 一分钟左右打一勺 但是一勺呢 就十几个 十几个这样打 嗯 大概是三到五分钟呢 就是起一干 因为你起干也得起 你一直定在那里不行 嗯 你起干泡下去之后 来淡上水 也是很容易吸引你的 好 哦呦呦呦 第一波冲起来还是可以的 不差力了 啊不管小跪小啊 啊第一波冲还是可以的 对 个体差不多 个体差不多 哦哦哦哦哦 暴躁的小伙子 金黄金黄 哈哈哈哈 这鱼真的什么事 哎呀这个吧 一边溜鱼 你还一边固着打窝子来 对 一边打窝 窝子不能停 对窝子不能停 节奏得跟上 嗯 所以咱们在 你如果能腾出手来 你就在溜鱼过程当中 打一点 嗯也好的 说不定你下一干下去就有 就连干了 对 小伙子 哎呀天气又好 山又好水又好 嗯 鱼也还好 鱼也好 完美 肯定要吃它了 完美完美完美 这大小刚好烤鱼 这大小刚好去烤鱼 哈哈哈 你别说了 说了完了 我也想做点酒 哈哈哈 刚刚啤酒还没喝够 还是半水啊 半水 还是刚刚那个深度 我现在还没调 嗯 那你说 这打下去的玉米 嗯 最终都会沉淀到底上是吧 对 那什么时候开始 要不要去钓点底下呢 嗯 咱们首先啊 嗯 可以通过这个飘驯 嗯 去找到这个鱼的泳层 嗯 那么如果说你现在钓的这个深度 比如说两米半 嗯 我一扔下去在行程过程中 就算出现接口 嗯 或者说伏鱼还没翻身 就会出现接口 嗯 所以这个鱼呢 在更浅的地方 对不对 嗯 那么如果说丢下去半天不动 嗯 你几分钟啊 十几分钟都不动一下的话 那你这个时候可以尝试在往深度的地方找 嗯 因为你在抛干的时候 已经证明上层没鱼 嗯 上层不给口 嗯 那么到了你固定的这个两米五的水深的话 你就可以往下找了 嗯 好 好 我们聊也聊完了 他也溜泪了 自己玩自己玩累了 自己玩 也是金黄的 来把小宝贝 差不多个体 小宝贝 慢慢拖下去了啊 嗯 有些时候钓符的话真的都口都比较大的 对 冻子大 小口都不用去管他 小口一般 比如说晃一下或者是下去一点点 这种基本上不用打 嗯 他就你又等着他 吃着 然后拖着走 嗯 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拉着你的浮标都下去了 嗯 嗯 差不多了呗 水质好的地方啊 嗯 这个湖心都会好一点 那是的 因为吃的东西少啊 他每天得拼命的到处找东西吃啊 嗯 这个就把自己的锻炼出来了 锻炼出来了啊 嗯 油斗范围好大的 左边溜到右边 不感觉你今天用连长都有一点大材小用啊 哈哈 嗯 因为我现在用的小 嗯 因为小鱼嘛 现在没用的太大 不过如果按从专杆专用的角度来说的话 嗯 你今天用不压绝二的话 可能手感会更好 手感会好一点 但是空鱼也会更慢一点 嗯 也还是下锅真好 嗯 很多个体 哇 每条都是这样辣黄呢 清中饭荒啊 他这个鸡肉里 呵呵 呵呵 不好意思 呵呵 你还搓他干嘛 哈哈 他这个鸡肉很结实 嗯 哎呀 村长一走就上鱼 他在这里就不上 可能跟他八十不合 好 谢谢 谢谢 哎呀三斤多点 呵呵 烤鱼正好 烤鱼正好啊 哈哈 两三个人刚好一条啊 一个针口 啊 两三斤 刚好烤鱼 一个接口 哎呀操啊 嗯 我感觉真的 哦这个鞋吃不下 这叫大 这叫大吗好像 鞋吃不下 哦 这叫大吗 2.0这个鞋 嗯 2.0的子鞋 哦这叫稍微大一点 稍微大一点 稍微大一点 我感觉了啊 没口了以后啊 嗯 我就得去买饭 你就不能在这里 我就不能在这里 还是有点八字相刻的味道 哎呦呦 哇靠这个拉出了十斤二十斤螺丝青的感觉 中间大概有将近一小时啊 对 没口了 对没口 哇 然后我去买个饭你就连上两条 对连上两条 哈哈哈哈 要不吃完你回家了 哈哈哈 有道理有道理 哦 这是来了一个接口 这条大一点 嗯 刚接口是吧 我刚好把这个飘调了一下 嗯 因为这个风浪啊 嗯 走的有点快 我这个开始调的比较高嘛 嗯 调四五目 风浪一吹啊 飘走的很快 嗯 有一个感觉就是感觉这个鱼啊 它有点跟不上的感觉 鱼跟不上这个这个耳吗 对 因为你扔到窝子里 你扔到右边 它大概不到一分钟 可能它就跑了一米多 嗯 它鱼有点感觉 就是有点 不是很积极的这种感觉 对 对 鱼密实也不是很积极 嗯 所以我现在呢 是把这个 飘调到了就是一幕的样子 嗯 两个耳挂了半水 就是一幕这个样子 反正相对来说 它走水费更慢一点 在半水清理 这条有点猛啊 嗯 大一点 好肥哦而且 嗯 这有四五斤 哦 来来来来 上额振口标准 上额振口标准 上额振口 吃了多 哈哈哈 鱼米吃饱了 可以吧 今天草鱼小小报个货 这还没天黑呢 对 下几条五条 五条了 本来是想钓的天黑 差不多了 咱们就撤了 不钓它太多是吧 哈哈哈 反正 怎么说呢 难得嘛 反正咱们就钓了 没口就走 好的 没口就走 反正现在 够吃了 对今天鱼情也不是很快 嗯 主要是呢 这个钓鱼 它有时候是这样子的 嗯 连杆连杆上鱼 你感觉 你没劲是吧 没意思 一定是什么呢 一定在做钓的过程当中 去把鱼的习性啊 包括它 这些各种规律啊等等 摸清楚摸透了 嗯 把鱼钓上来 这个时候你没发现 很有成就感 嗯 你在钓不到的时候 然后通过一些 一些方法转变啊 钓啊 换耳啊等等 各种操作 把鱼给弄上来 这个时候特别爽 真的 很有这种感觉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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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漂亮 看到漂亮了啊 嗯 拿一点点啊 一幕下去啊 前面前面有一个小盾口没打啊 嗯 前面那个就是怕打到 要么是挂到一半 嗯 金窝子了 要么就挡到 哇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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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龟小力道还是可以的啊 我是用的 先用的小 不能我去骑鲸铁钓脱回来了 对 小是小 力道还是小是小 哎 这小是小鱼吗 白色的吗 好像 有点像翘嘴 嗯 翘嘴不可能这样 嗯 翘嘴冲得更凶哦 好 看看是什么 嗯 是有些泛白吗 顶高顶高 顶高 顶高注意干烧 嗯 好建案的时候 对 注意干烧 一般像 用小线的时候 线可以稍微长一点 嗯 起干的时候呢 有更充足的富裕的线 嗯 打干呢 也不会打得太满 如果线用的又小 然后起干 像这种线干的话 就怕一下子就崩断了 哦 哦 哦 还是超约 哎 小家伙冲的真凶哎 走 走 要么你快些要么我快些 啊 敬案要当心了啊 特别超约的时候 对 干子越硬越容易断干烧 对 因为前烧用的一些 高碳做的一些干烧啊 嗯 就是一下不注意 鱼往里面一冲 哎 前面就断了 漂亮 好 六条了 差不多个体 嗯 这条稍微小一点 三斤 嗯 差不多了 啊 啊 六条够吃了吧 我这个灯要拿到手上 啊 我这个灯要拿到手上 因为这个瓢道 你随着风走 嗯 你固定一个位置根本不行 今天风太大了啊 而且我刚刚问了旁边钓友 嗯 他们说 这里晚上开口要12点钟 12点以后是不是 嗯 他是很有时间规律的 下午大概三四点钟开口 走吧 走了啊 等到12点不值得 没钓啊 嗯 你不要在这儿苦苦蒸着 嗯 好 那这个咱们就看一下鱼货吧 六条 六条草鱼啊 一条草鱼啊 差不多两半钟多 嗯 鱼品相也好看啊 嗯 还可以 嗯 就是鱼来的还是挺快 鱼的品质也还不错 嗯 嗯 总结一下吧 嗯 嗯 今天呢就是咱们在钓的时候 碰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走水 嗯 那么走水如果是像钓浮的情况下 你的飘啊 调的越高 风吹的 面积就大了 对 那么风啊 水面上的这一层波浪啊 都会导致你的飘走得更快 嗯 那这个时候呢 调低一点 嗯 调个一目或者一两目这个样子 嗯 这样相对来说呢会好一些 还有一个 咱们所说的在做钓的这种半水情况下 打频率 嗯 什么样的频率就要打的好的频率 嗯 那么这个就是 你打的过程当中 发现鱼上了接口 嗯 嗯 你的半水频率一旦慢了 嗯 就是你可能啊你觉得啊鱼已经来接口了 这个鱼很多 嗯 我空两根再打 嗯 那这个时候有可能 你可能后面要发一个小时再去诱鱼 嗯 重新把鱼又进过 所以你可以接着这个频率打 说明你这个频率打的已经很合适 嗯 很ok了 这个鱼已经上来了 而且非常非常疯狂的来抢食 这个才是好的频率 嗯 嗯 走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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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